你想知道这种吊带小衫怎样做吗?跟我来马上教会你,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简易吊带小衫制作。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吊带衫,四片是切割的,宽44厘米,高15厘米。 袖窝从下往上量6厘米,从侧边往里10厘米剪出圆弧,肩带2.5厘米,中间是20。 前后片,下摆是100,然后收着收成和它一样大,肩带宽5厘米长48,四根。 首先我们拿出来前片,我剪了一块礼布,如果不做礼布的话,这里都包边就行了,我们把它正对正,我们从绣窝这个地方车过来。 然后后片也是同样的。 撤完之后,我们把这个地方修剪一下,领口和绣窝这个地方都打上剪口,方便翻过来。 翻过来后是这样,后片和前片同样的做法。 前后片都做好之后,将它们面对面。 面部对着面部,礼布对礼布。 这边拼上这边也是同样的。 翻过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,反面也是没有毛缝的。 下面我们来做下面的抽折。 这个折量抽到,上衣同样的宽度45厘米。 我们将张力调到最紧。 针具调大。 将线头留得长一点,可以调整一下。 抽出来就是这样子,然后拿出我们的上面给它对比一下,进行一下调整。 另一片同样的方法。 只为收号之后,我们将面料反对反。 在正面进行车缝0.3厘米。 我们做个来去缝。 把这个边稍微修一下。 修完之后,我们将它翻过来。 在这边在车上移到0.5,这样这边就没有毛缝了。 车号之后是这样子,正面看是没有毛编的。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。 车号之后,我们将上一节和下一节拼在一起。 正对正。 这个侧缝和它对齐。 这一边也是同样的缝对缝。 然后车上一圈。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锁个边,或者用个薄一点的包边条包边。 我们来换上我们的锁边压角。 我们用花样献祭14号。 看一下这是我们刚刚锁出来的。 这样我们的编就锁好了看一下。 锁边之前,一定要把这个编稍微修一下。 除此之外,超厚的羊羔毛面料,硬皮革面料,轻薄的网纱,统统不在话下。 200种花样献祭,支持双针使用。 还可搭配组合独属于你的花样献祭。 锁边,一步锁扣眼。 钉扣子都可以,真的是全能了,入手不亏。 下面我们来做下摆,先卷0.5再卷1厘米。 像这个样子,直接车上一圈。 这样我们就卷好了。 卷完之后我们做我们的肩带。 把它折进去。 直接这样车。 然后我们折成和它同样宽2.5厘米。 这样车过来。 四根肩带都车好了,然后将它钉上去。 这样车上两道,后面的这个同样的。 也可以在梅盒里布的时候,把它们夹在中间。 夹在它们中间就看不到了。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。 有机会由 apa 也 是